臺南市警方日前接到檢舉 有車輛圍停在中西區 有一處民宅前七樓 圓警去執行脫調的時候 原民婦人突然現身 以肉身擋車對著圓警咆哮 還動手脫威組 當場被依妨礙公務現刑犯逮捕 車輛也馬上被脫掉 婦人趴在車尾護著車輛 不讓脫掉的態度堅決 甚至出嚴重罵 還動手和圓警槓上 這部白色車輛拆下車牌 大喇喇的停進臺南市中西區 開山路的民宅棋樓 附近民眾說 婦人是民宅屋主 房子已經出租 他偶爾才會回來 長期把棋樓當作自家停車場 棋樓空地以白線區隔劃出通道 供民眾通行 這部車輛占用棋樓 微停遭人檢舉 圓警前來執行脫掉之際 婦人突然現身 大聲咆哮外還出手推圓警 其實民宅對面 就有好幾個停車位 富人可能貪圖方便 將車停在自家騎樓 他肉身護車車輛還是被脫掉 最高可處一萬兩千元罰還 最嚴重的是 他是涉嫌妨礙公務的現行犯 當場被逮捕送辦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